哈喽 各位观众大家好啦 我是金棠 那今天我将会来各位测试一个所谓的 能够让你学习学部类的一个时间标 那就是一个从三个世纪一直流行到现在的 蕃茄学习法 那这个学习法是已经被胡数的大佬证实过是有用了的 我也不停的收到各位战士们的留言问我 关于这个蕃茄失踪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 但是一直以来其实我一直都对它感兴趣 没有想要去尝试 主要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嘛 我学数学学得那么爽 在解数学解到一半的时候呢 闹钟响了 我就得去休息一下了 我总觉得这样会打乱我数学的节奏 所以这一直以来呢 我都没有想要去测试一下这样一个蕃茄失踪到底有没有效果 那不知道各位也没有过这种刷梯刷到爽的感觉呢 有的话他们可以刷个1让我知道没有 刷个2让我知道一下 让我更有动力去测试这个时间表 那当时我后来想了想啦 诶 对于一个事物如果我没有去亲自体验过 我就对它下定论的话好像又不太公平 没有体验就没有发言 所以这一期视频我将会为各位亲自的测试一下这个蕃茄工作法 并且以我最真实的感受为各位做出评价啦 看一下我到底是以往做一年学两三个小时才休息 比较有效呢还是这个蕃茄工作法有小一些 蕃茄工作法呢其实它原理也还挺简单的 就是首先你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OK那接下来呢你就设置一个25分钟的闹铃 那这个就称为蕃茄葱 那在这个25分钟的一年呢 你就必须只能够做你这个任务的东西 不能够做任务以外任何东西 那25分钟到你想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 或者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5分钟之后又回到来你25分钟的蕃茄葱啦 那么每4个蕃茄葱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15-20分钟的一个长的休息阶段了 那么这个看似平平无期的工作法呢 却是得到非常多大佬验证之后 真的是很有效的时间表 那但是我说实话啦 我还是不觉得 数学能够被中途打乱 暂停我的节奏会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但是没有测试 who knows 所以我们就来一起测试一遍啦 好那现在是早上8点15分啦 我就用蕃茄葱来陪我度过这冲事 只能一天啦 那我们开始吧 OK刚刚完成了 我的第四个周期就是第一个大休息啦 刚刚其实我整个算是算到一半 然后闹钟响啦 但是说实话 如果不是为了拍视频啊 我应该会继续算完它 还有23%是这样嘛 当然为了体验那个闹钟 没办法时间到 我只能强行 避自己停下来 稍微休息那个时间 那我现在迫不及待的赶上去 继续写了 哎 这个闹钟啊 一想了就要打断我的数学运算 还是挺烦的这个 不说 赶紧继续 继续我的运算 那现在到了中午 就来吃午餐啦 那因为呢 我今天待会2点半会做训练嘛 我今天我的那位私人教练 给我安排的课表 吓了我一跳 我的主项呢 升顿要做95公斤做主 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呢 我午餐就吃多一点碳水啦 这一碗下面全部都是面 待会再会加一些饭 吃多一点碳水 希望待会能够成功完成 这个今天的课表啦 那anyway 谈会正题 那这个 班写中的 说实话 那我挺震惊的 尤其是到第4个要休息长时间 我才算到一半而已 那我想继续算 我整个人就心不甘 心不怨的 强迫自己的去休息 然后过餐继续做 那一开始是 心里非常不爽 但是后来做到来 尤其是到现在 我经历了好几个周期过后 我发现到 我整个精神状态 好像确实真的比以往 更高很多了 以往可能一般学的 2个小时到3个小时 我一直开始犯困了 但这次完全没有 就一直学到肚子饿了 我才来暂停过来这边吃午餐 可能我以往嘛 我是精神状态是很爽的 整个精神不累 但是我的身体 可能确实是已经累了 但所以经过这个 番写中的 间階段的休息呢 我发现 我一直学到玩 我的身体都没有累 有让 事当的让身体足迹 目前这个是个好的开始 那我早上常熟悉 我的暂时分科 早上是学结构力学 到了中午开始 就会学我的这个 金融分析师 制造的备考 就会学我CFA的东西 那具体体验的怎么样 我们最后的结论 再来讨论 那目前这个是 早餐厂了一个小小的心得 所以继续吃 然后继续奋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乔治 你 又在这 你 后来 好 你 你 你 就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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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了 带你们来休息 躺了一会儿 我才能恢复状态才能做完 困死我了 好啦 现在就收拾东西 准备去奋斗去体验这个番茄时间表来学CFA了啦 好 刚好是第四个周期刚结束到一个大休息 现在是7点14时分 现在就要去吃晚餐了啦 刚好我现在其实整个热有点困了 你们看我过后的状态 啊 学了好久哦 吃那个晚餐休息后再回来就去奋斗啦 好啦 各位 那其实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那我当天吃完晚餐过后的晚上惨了 我差不多才经历了一个周期这样吧 然后我就非常的困了 我就直接上床睡觉了 那主要就是因为我那天练的主向 我真的是身体太疲劳了 我才经历差不多 其实好像一个大周期都还没有到呢 我就直接躺上睡觉了 偷懒了一下 那结果我一睡就睡了10个小时了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我真的已经好多年没睡那么长时间了 看来主向训练之后的身体真的疲劳到了一定程度 那这里我先大致的总结一下 首先我真的觉得这个番茄工作法真的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说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工作或者你要做的东西是你感兴趣的 那说实话 我不推荐使用这个番茄工作法 那虽然说我后来体验的来发现好像根据这个番茄法 我好像能工作能学习时间更长了 那估计应该是因为有分间段休息的关系吧 但我未来应该还是不会再应用 因为毕竟学到特爽的时候 你强行让我停下我手松的运算 我脑中的数学运算 我会非常的不爽 所以疲劳就疲劳吧 总之不要打乱我的节奏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在做你不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 就比如我在学的CFA的时候 哪怕没有体验着番茄钟 我其实也是在做的类似这样的 我在听完了一节课之后 我实在没办法再继续听第二谋 我一定会关掉它稍微的缓一缓 滑一滑手机这样子才继续 只是没有说像番茄钟这样子强行的 只能休息5分钟 强行的每隔25分钟就休息这样子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间接的使用这个番茄钟 我对这个番茄工作法的打分还是会打出很高 可能5分我就打个4.5吧 那对于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呢 就非常不适合我 可能5分里面我只会打1分而已 这样子所以得拆开来 好啦各位那这个短短的体验视频就来到这里啦 各位还以后还想看我体验什么样的时间表 什么样的工作法呢 请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我之后就会亲自的为各位体验并且打分 感谢各位这次 我们下期见 拜拜